作詞 八點 曲 李宗盛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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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所心想的卻不得 一夜苍莊歸來人是一粒歌 今生不可得 天涯各奔 绕心满 天缘长久 人喜开阔 离他不远 却静不得 天际一番涌 终去月 百年后 索性思念终成歌 泪如回音寒笑着一本唱过 语情的书并没消失 心肠泪不止 消失 却总不止 流星藏中睁开阔 无我似我的音乐 不甘愁带走 这世间不必多解释 若心痛人不知 如梦 仪迹 姚德 老三 所有的親家救人 我親眼對不起大家 是我無能 是無言 不能為大家平約 還連累族人枉死 小曲 我和你不共戴天 自仇 我情眼必報 來 快點兒 奉天承運皇帝 趙曰 民間女子扶曉 有幸懷上皇室骨肉 賞白銀千兩 錦斷白匹雀金球一套 親此 謝皇上 皇上吩咐了 小強扶小姑娘千金貴體 奴婢們好生伺候著 是 冯公公 您看您說的這是哪裡話 我在您眼裡 永遠是個小把戲罢了 不敢 老奴有眼無珠 沒看出您這麼深藏不露 現在翻身做了主子 還不好好嚐嚐被伺候的感覺 那些東西都是給我的 都是皇上賞您的 好 嗯 嘿嘿嘿 福晓姑娘 您这是要去见皇上吗 不 我要去趟千语卫 听说了 皇上娶了个民间女子 叫福晓 什么福晓 那就是小强子 小强子 没错 那以前可是我哥嘛 真的 他不是个男的吗 对啊 当然不是男的 人家现在是一飞冲天 这难怪小强子 进宫便深受皇上喜爱 短短的术远 成为千语卫都军 降服了十万千语卫统领 雁长云 随即摇身一变 怀了龙府 未来极有可能入住后宫 成为强妃 跌宕起伏 叹为官职啊 不休想这绊 可恨 可恨 我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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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宴头凉 河门酒呐 你还来这里做什么 我知道 我现在怀上了龙子 母平子贵 但你还有机会啊 你要是有什么想跟我说的话 趁我还没册封皇妃 可以和我说呀 念长云 你别喝酒了 你昨天为什么没来救我 我差点没命了 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皇上会来救你的 那皇上是皇上你是你啊 那能一样吗 你到底在不在乎我 我当然在乎了 你喜欢我吗 其实是喜欢 但如今 你留在皇上身边 才是最安全的 你现在是皇上的女人 说话注意分寸 以后 以后 请自重 你说什么 我说 请你自重 啊 你 你 嗯 老大 小强子好像哭了 阿成 我是不是变了 大夜未成 我却开始贪恋和他的生活 寂静死了 雷受身负重伤 初遇还在萧全的手里 我什么都没做 我有什么资格拥有他 或许没有我 他会过得更好吧 这个燕朝云根本就不配喜欢我 等我一飞冲天 当皇妃 当皇后 不行 皇后还是算了吧 我要天天把你按在脚底下 见他 杨哥 你这可吃饭 这可别撑着肚子里的孩子啊 你看 有反应了吧 杨哥 您别坐着 我这扶您起来消化消坏神 现在在这个皇宫里 燕朝云不理我 皇后也不理我 我跟皇上怎么相处啊 别担心 还有我呢 小刀子 还是你好 那当然了 咱俩什么关系啊 当初你进宫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不一般 你这身藏不露啊 皇上你都拿下了 你这肚子里可是个宝啊 可千万别伤得身子 你这肚子是什么 你怎么能看 皇后娘娘 不要脸 你还好意思来 娘娘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解释 但是我是真的真的有苦衷的 福祥 我一直把你当最好的朋友 我很珍惜我们之间的友谊 可你居然 我发誓 我对皇上没有半点心思 我生你的气 不是因为你怀了皇上的孩子 而是你不该一直骗我 你不该一直隐瞒自己的身份 都不告诉我 那我以后再也不骗您了 我向您保证 而且皇后娘娘 您知道吗 整个后宫只有您教我服小 其他人都教我小强子 您看 其实我也很珍惜 我们之间的友谊的 你 这缝得也太丑了吧 都怀着孕的人了 还到处乱跑 皇后娘娘 您真是不生我气了吧 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啊 你都怀着龙子 还照顾不好自己 雪茹 你去吩咐各宫嫔妃 照顾好服小 是 小姑娘早上好 早上已经准备好了 不行 太油腻了 不行 太油腻了 不行 没营养 不行 没营养 不行 胃会凉 不行 胃会凉 不行 太清淡 那我能吃什么呀 随便 triun 化妆好 心情好 胎儿自然好 胭脂水粉伤身子 一时好 一时啊 有一胎儿 不能坐 不活血 不能靠伤胎妾 皇上 我求你了 你放过我吧 这宫里哪是人带的地方啊 朕不是人啊 您是神 行不行 神 您放过我吧 是 您在后宫的时候 无人问津是很可怕 那我周星捧月我更可怕呀 他们可都是冲入我肚子里的 宝贝来的 再这样下去 我肚子还大不起来 是早得暴露啊 那我还不如去死呢 不用 你看 这是三个月的 这是六个月的 这是十个月的 怎么样 真聪明吧 聪明 三个月的 六个月的 十个月的 那十个月之后呢 你让我收什么呀 我还是去死吧 不用 朕找驱太医给你诊断一下 就是说你怀的是哪吒 还可以再拖三年 我现在就去死了 朕还有一个万全之策 就要看你敢不敢 我都要去死了 我还有什么不敢的 您快说吧 好 你随朕回寝宫 咱们假戏真做 朕绝对有能力 让你怀上龙子的 怎么着 你还是把我弄死吧 皇上 臣斗胆问一句 臣萧全 到底是不是奸宁之臣 这萧尚书何出此言哪 但是燕统领一直视臣为奸宁 处处刁难 现在又把萧府围得水泄不通 日夜盘查 害得臣府中的家眷 担惊受怕 不得安宁 如果皇上您 也觉得臣是个宁臣的话 还请皇上赐臣一个痛快 燕统领 请皇上明鉴 千语位奉命查案 并无二心 到时萧大人的刑部大牢内 关押着许多无辜之人 燕统领 您说的是你自己官兆的官计出岳吧 早就听闻燕统领有意知己 唯都城名魁色意无双 这怎么关进了刑部的大佬 回禀皇上 出岳和官有余孽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他父亲 就是当年定国公秦文忠的副将 逃亡多年的雷暴 这雷暴 皇上 十五年前 出岳因官有之便所累 被贬为官计 以身赎罪 这些在云勺寺都有案综可查 不知萧大人为何突然借题发归 无限出岳 针对叶蒙 对 如果你心里没有鬼的话 又为何为了一个官计 兴师动众 大动干戈 好了好了 两位爱卿一文一武 这都是朕的左膀右臂 朕对你们是同样的信任 燕爱卿 蕭尚书查到了出岳姑娘 那自然有她的道理 这相信她肯定不是针对你 小爱卿 这燕统里保护萧府 那也是情有可原 这不是为了早日查出凶手吗 你就忍耐一下 今日早朝 朕就说点高兴的事 朕的喜事 你们也都听说了吧 这皇室后继有人 朕呢要给扶晓一个身份 朕决定册封他为妃 你们可得抓紧筹办啊 禀皇上 此事实属难办哪 这太监怀孕的奇闻 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 甚至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 这影响坏得很 是啊皇上 普通百姓倒也罢了 此事若是传道藩邦外国 这恐怕南国的脸面 小大人 你说呢 回禀皇上 册封虽然是大事 但这毕竟还是您自己的家事 既然小主已经有了您的孩子 臣就不必多言 万万不可 参见太后太后 众爱卿平身 谢太后太后 皇上 你要册封他为妃 这简直有辱皇家的体面嘛 你将如何面对列祖列宗啊 皇祖母 不是您让我照顾他 保住胎儿吗 没错 哀家只要他腹中之子 至于他 等他诞下皇子之后 哀家自有安排 皇祖母 您 不要再说了 这件事 没有商量的余地 太意外了 是啊 是啊 这怀孕可真好呀 是啊 真好 皇后娘娘 我还以为我怀孕了 大家都会不开心呢 怎么会呢 这以前啊 皇上总躲着我 我还以为 不过现在好了 现在啊 大家都有希望了 傅小 你可要好好照顾肚子里的孩子 他现在 可是我们整个南国的希望 对对对对对 听到了吗 听到了 怎么了 你呢 宝宝突然踢了我一下 这不才怀孕几个月吗 因为是笼子啊 皇后娘娘 我想去躺着休息一下 快去快去 好好好 快快快快 扶着点 快扶着点 快快快 小心点 小心点 不要紧吧 扶起啊 参见皇上 你怀着身孕哪 别到处乱跑 皇上 你刚刚碰到燕长云了吗 碰到了 刚才还看着她呢 燕统领最近 心情不太好 是吗 为什么呀 她的红颜知己 初月姑娘出事了 初月 她怎么了 肖尚书说她是官有余孽 怀疑她与厮杀肖绳相的凶手有关 直接就将她抓了起来 那燕统领一听就怒了 她们俩的关系你也知道 上次没来救你 好像就是去救她了 她上次没来救我 是去救她了 算是吧 我不是说错话了吧 我不是说错话了吧 不有关系呢 我不是说错了 说错话了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我使有点好 我使看一眼 想工作人员 而且他怀了狗皇帝的孩子 他没有怀孕 你能确定吗 少主 你可别忘了 他失忆之前 已经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份 现在他又成了狗皇帝的女人 一旦他恢复记忆 我们多年的计划 就得前功尽棋毁于一旦 我们需要御班职 眼下就只有等他恢复记忆 再做打算了 不可 太冒险了 这个祸患的不能有 老夫这辈子 对你父亲 对你 是尽职尽重 我唯一对不起的人 是初月 我知道 初月她是一心想嫁给你的 雷叔 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些 更何况 以我现在的身份 不管娶了谁 都只会给对方带来威胁 我不想再让这个人 因我受到伤害 就像当年那个小女孩一样 私藏朝廷溺贼 这可是死罪 你 我怀疑当年的那个人 没有死 官有之变过去这么多年 独城里留下的 都是那些残兵游泳 是不可能伤我父亲的 秦衍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就这么确定 当年的秦衍死了 当然 是我亲手经过了她的性命 给我杀了她 给我杀了她 或许她命大 低落悬崖没有死呢 如果她没死 她能为官有之变杀我父亲 说明她还不知道太多的真相 我们可以再一次地除掉亲眼 再一次 萧全 你还会有那么好的运气吗 先生 我萧全的胜利从来不靠运气 我相信你这位宁国皇子 也不愿把自己的命运交由天柱定吧 只要我们再次联手 像当年一样所向披靡 你夺回宁国皇位 我坐拥南国江山 你说 要我替她讨要册封 嗯 恒儿啊 她怀的本身就是皇上的孩子 对你是一种羞辱 你怎么还替她讨要册封呢 哥 我并不在意是谁怀了皇上的孩子 只要皇上后继有人 作为皇上的妻子 我便会为她感到高兴 当下我最担心的是扶晓的安危 等她生了孩子之后 太皇太后肯定不会放过她的 我的傻妹妹 哥哥这么跟你说吧 她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 你为什么要帮助她呢 你再仔细想想 即使我们两个人帮她讨要了册封 以后你在宫中的日子怎么过呀 哥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但她现在怀了皇上的孩子 却不能成为皇上的妃子 皇上为此寝食难安 忧心如焚 我心疼皇上 皇上皇上 开口闭口都是皇上 她又曾经几时考虑过你心里的感受呢 我只想让皇上高兴 哥 求你了 你去向太皇太后求个情 聊了皇上的心愿 好吗 好好好 谁叫你是我宝贝妹妹呢 答应你了 谢谢哥 行了 那我就先回去了 爸 皇上不能有孩子 那个女人不能留 皇后娘娘 您这是 为你筹备和皇上的喜事呀 谁说我一定要嫁给皇上了 我知道此事困难重重 但是相信我 会有转机的 我 风飞仪式是南国的大事 那天皇上会写下册封诏书 率领群臣枝告太妙 还会专门为你设立一支遗仗 护送你入宫成婚 花团锦簇 共入洞房 但是你可不能因为你肚子里的孩子 独占皇上的心啊 皇后娘娘 您真的不介意吗 介意呀 但是我知道 皇上不是我一个人的 真的爱一个人 就不要计较那么多 真心真意地为他付出 只有他快乐了 我才会快乐 娘娘 您太善良了 您这样爱一个人 不觉得委屈吗 不觉得辛苦吗 有委屈有辛苦 有委屈有辛苦 但是为了他 都值得 好 是 哎 哎 我一定要想办法跟燕长云在一起 别叫 是我 是你呀 你怎么这么久没出现啊 你给我安排的任务我做了 但是你给我的那包药被别人灌我嘴里了 真的不是我完不成 是燕长云太厉害了 我知道 这次来是有别的任务 别的任务 过来 靠我近点 我告诉你 快 Couple 快快 快快 快啊 乖 说 是谁指使你的 没人指使我 那你为什么要杀我 你居然好意思问得出口 皇后娘娘对你那么好 你居然勾引皇上 和皇上还上龙子 既然你羞辱皇后 那我便要杀了你 不可能 我不信 雪如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不是你干的 对不对 娘娘 您不必再为奴婢辩解了 奴婢虽然做错了 但是一点都不后悔 即使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 奴婢依然会杀了 这个背心轻异的贱人 放肆 燕同龄 把他拖出去给朕砍了 皇上 臣以为一个奴婢 不会有这么大的胆子 定是受人指使 请皇上随与臣 带他回去审问 好 此时定要彻查到底 是 来人 在 在 大爷回千余威 是 娘娘 奴婢对不起你 奴婢一死陷罪 雪如 你怎么这么傻 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话 雪如根本就不会死了 雪如的话不可信 她的理由看似完美 但经不起推敲 你是怀疑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不会做这种事的 我没有在怀疑娘娘 我只是想提醒你 宫中看似平静 实则暗留有动 你根本应付不过来 哀家只要他腹中之死 至于他 等他诞下皇子以后 哀家自有安排 如果你想 我可以送你出宫 为什么呀 你为什么就想把我推开呢 你说话呀 你一个大男人 磨磨叽叽什么呀 你这样真的很不令人喜欢 去'! 这呀 皇上 雪如死了之后 皇后娘娘那么伤心 您还有空在这儿喝茶呢 你怎么跟皇上说话呢 怎么跟太子他娘说话呢 老弄错了 太子他娘 为了他我忍了那么长时间 这个娘我不当了 小心动了抬起 十个月嘛 很快就过去了 我闪不下去了 看什么看 还不退下 是 你 你也没想过 万一太皇太后知道你没有孩子 死的不是朕 是你 朕向你保证 只要时机一成熟 这个东西立马帮你拿掉 拿开拿开 那什么时候啊 十个月之后 那 那不还是一样的吧 是吗 男人没一个靠谱的 我自己的亲身骨肉 我自己想办法 你坐慢点 就是脾气爆了点 女人不狠 地位不稳 地位不稳 脚下一摔 孩子一掉 毫无破绽 我肚子疼 小姑娘 怎么了 肚子疼 小姑娘 怎么了 我的孩子没了 小姑娘 怎么了 你 你 你 是我敢就敢 这儿太高了吧 这儿也行 好 反正也没人看见 我直接趴下不就行吗 萧犬 真是冤家龙宅 小姑娘 怎么 你 就是因为你 你故意把我撞倒 我的孩子就这样没了 我肚子疼 你没事吧 我有事 时间多沧桑 天涯各一方 暮色望临散月光复离伤 兜兜转转还是当年模样 人间有柔畅情自长心脏 秋刀断水水流淌 年华似水又变泪无恙 姑妈嫌疑只为举你红妆 曾爱尽情爱最难放 陪你说断今生又何妨 我把这温柔私藏 与你醉一场 我只能与你痴爱一场 何惧风险扰乱我轻放 不舍 不忘 不悔 是为你衷肠 若与你出现满之情长 何控世事的山东水长 一念 一梦 一梦 一生 怕你放心上 也继续 一蹬 不忘